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欢迎来到Inside Knowledge 坐在我旁边的是Sam Leo 他是Carbonnext Global的CEO跟CodeFounder 哈喽Sam 你好 你可以介绍一下你的公司吗 当然可以 所以我们的公司就是一个律师的公司 一个小公司在香港 我们做的就是 我们会帮助别的律师的小公司在香港和APAC 找新的客户或者找新的投资 所以是这样子的 我们会有一个小律师的公司 他们可能难一点找客户 所以咱们会跟那些大公司说 你们当然要有这个新的ESG的products 所以咱们会这样子做一个linkage 拿一个中间费 或者说投资呢 咱们也有一个另外的公司叫Carbonnext Capital 在这个公司呢咱们可以 从咱们的LPs或者别的VCs之类的 帮助这些小公司找投资 或者咱们自己也投资 大多投资呢咱们会放在那个Seed和Series A的水平那边 那我也知道JX Valve呢 原来就有很多不同的投资产品 那我想问一下 因为这几年也比较流行那个绿色的债券 你可以介绍多一点关于绿色的债券吗 可以可以 所以 Lusisive现在是一个挺先的一个产品 第一个应该是08年或者09年在欧洲出的 应该是出的人是EIB 就是European Investment Bank或者是World Bank 也有点 他们World Bank应该说他们是08年 所以他们说是第一个EIB 说他们是第一个 因为他们觉得World Bank那个不好 所以这个呢 是挺先的 开始呢 就是没太多投资 每年才有几百亿美元的样子的投资 从差不多18年 那就真的快了很多 这个绿色在线的投资 我记得呢 就是19年有2100多亿美元的投资 到了Covid的时候呢 就真正快了很多 应该是21年已经有了5300多亿美元的绿色投资 一共呢 现在我们的这个绿色在线 或者全ESG的这个市场呢 从Q42022年是 我们要想一想 怎么说 2万多亿 没有了全部的subscription amount 所以这个绿色在线呢 跟一个普通的在线有一点点的缺别 第一个缺别 最大的缺别就是这个绿色在线的投资的地方 应该跟环保和环境有关的 所以也有 他们在投资的时候呢 也 会有一个 rater 这个rating agency 会当然有给你你的普通的credit rating之类的 可是大多的也会给你一个 一个颜色 所以这个颜色 当然不同的rater会给你不同的颜色 可是我觉得最基本的和最简单的就是从一个group 叫oslo group 他们就放了在三个颜色里 第一个颜色就是 深色 dark green 一个就是mid green 中色 中绿 还有一个就是 淺绿 对 light green 所以你有这个三个bans呢 那你放啥project在哪个bans 对不对 所以可能那个 最深的就是 减少 忽然碳 减少co2 或者 所以这个就是像 ccs carbon capture 或者renewable energy 太阳能 风能 这样子的 第二个就是这个medium 可能更是像 EVs啊 所以电子车 或者energy efficiency 电能啊 减少电能这样子的公司 第三就是更是我们的 把一个已经在这儿的infrastructure 变成一个稍微绿一点的infrastructure 所以我记得18年17年 那个sweden的好多飞机场 他们拿了一个green bond 5.5亿左右 所以帮助他们的飞机场变成更绿色 所以那个应该就是一个 显绿 light green的一个bond 所以可能这个是 是更 让你的客户更知道一下 Green bonds呢 这个绿色菜线挺popular的 挺挺火的 应该就是pre-covid 18-19年那时候 大多的时候一个green bond的subscription rate 是比那个offering要高5%左右 5x 就比较多人有兴趣做这个 对对对对 所以咱们会说这个green bond有时候会有一个green premium 因为好的人要吃草和拿 加上有时候 不是每一次 可是有时候那个coupon会稍微小一点 因为你投的时候你知道会有一个有两个returns 有你的investment return 可是也会有你的这个impact return 可是大多的部分那个bond是同样的都会有AAA 或者BBB和CCC的这样子的rating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additional的方式看这个bond impact 那Sam你可以跟我讲一下 你知道香港政府对于这个green bond 就做了什么去推动这个绿色债券吗 当然可以 所以我先介绍一下香港政府的这个华润 不是华润 这个CO2和环保的最后一个plan 所以香港说了他们205里面要是这个net zero 就说明什么出的那个汇碳会都offset 所以咱们第一个要说钱的问题 从05年到20年香港政府花了应该是600亿港币在这个题目上 他们21年10月21年出来说从20年到30年香港政府要花1500亿港币在这个题目上 这个是一部分 第二部分呢就是他们要说这个bond和loans的时候也要做点绿色的样子 他们说他们可以underwrite到2300亿港币在这个题目上 所以香港政府自己已经issue了可能是70亿美元在这个green bond的题目上 72亿 加上他们也从19年到现在也应该是issue了五个green bond的题目 每一个是几十亿港币 还有呢现在香港的大银行也开始给这个机会offer这两次的绿色的产品 我知道汇丰呢去应该是21年还是22年的年开做了一个15亿港币的green bond 这个呢就是你普通的investor也可以买 因为他们就放在了他们的那个HSBCApp里的IPO的里面 所以我也买了一点因为非常容易可以买 嗯 基本 所以这个是最基本的 那个每一个bond的题目或者每一个bond的rating呢 我不再说credit rating 我再说那个environmental rating呢 这个我就不是太清楚嘛 因为每一个bond都会有一个不同的area 他们想工作对不对 嗯 那Sam 你最后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们公司Carbonnext Global现在做的那个项目吗 可以可以 所以咱们现在在做两个项目 第一个就是帮助这些公司找新的客户嘛 第二个就是找投资 所以在客户上我想说两个公司 我们当然有好几个公司跟咱们一起合作 可是两个挺挺挺挺酷的 一个是一个机器人的公司 所以他们就说海上的机器 帮助政府啊或者不同的公司呢 在海上拿塑料拿那个垃圾 嗯 第二个就是一个电脑的公司 所以这个电脑公司就是可以减少你用的电 你的空调用的电 嗯 大多的时候可以减少百分之三十的电脑 所以有人想多听这个公司呢 放在你们家 因为减少你们用的电 可以跟我谈一谈 所以这个是咱们帮助找客户的公司 所以找投资呢咱们现在还是在做DD 因为咱们在做自己的饭 在做DD呢 我可以说的就是咱们有一两个AI的公司 帮助这个logistic sector supply chain 还有一个公司呢 就是太阳能核和battery的公司 所以咱们有这样子的公司 还有一个别的也是在电脑啊 或者在机器人啊 这样子的公司 咱们现在在帮他们找投资 我们的ManDays就是咱们大多是在亚洲 要帮助这些公司找投资 印度啊 新加坡 香港 韩国 澳大利亚 印度尼西亚 咱们大多是找这儿的绿色的公司 那今天很感谢Sam 加入了我们这个Inside Knowledge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 关于这个绿色债券啊 或想知道更多关于怎么样去go green 也可以click以下这个link 或直接咨询Sam 去拿更多的information也可以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